手機前二十年不變 後二十年也不會變 因為我要以防萬一 這個萬一你知道嗎 剛剛有提到人生的重要時刻 就會來看一下寶貝的意思 我自己挖根給自己跳了嘛 對啊 是不是想說也要帶那個大S來看一下 因為這件好事想盡 大家都可以來看 對 你也可以帶 好啊 有沒有跟她恭喜一下 我看你臉書有跟她倒恭喜 我就在 就是她的版面下留言而已 沒有打電話這些的 很多人會說這件事很浪漫的 我其實蠻佩服她的勇氣的 就是各種 她本來就是一個非常勇敢的女孩 然後她不放棄追逐幸福的勇氣 我真的很佩服她 然後也非常的恭喜她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都是好事 其實不太一樣 因為她們是曾經交往過 然後在分開嘛 我們就是一直都是朋友 突然有一天就 嗯 有分子有事情 對就有點難說 我覺得比較的這些東西都是外在的 就是外面人在看 那大家的幸福大家的生活 只有兩個人知道 我覺得真正你在家裡面 或者是兩個人關起門來 是不會去做這些比較的 就是 幸福 開心 然後兩個人非常的協調 就夠了 嗯 舒服的 也在第一眼 我的好事 我的好事 好事總是讓人期待 那就是希望大家 祝福 然後我就 認真過生活 認真過生活 然後 期待今天更加優勢 分享好事 分享好事 買回去了 可以啊 可以去逛逛 哈囉各位明朝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昕如 明朝朋友大家好 我是吳康仁 嗯 手機號碼跟20年前一樣嗎 然後有沒有什麼東西 是跟 就是20年前很珍惜的東西 然後到現在你還很收藏 這樣子 我的東西都用超久的 都超過20年 手機 前20年不變 後20年也不會變 因為我要以防萬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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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這個萬一 沒有沒有沒有 怕別人找不到我啊 嗯 國小同學啊 對對對 超久 我還有一個 指甲刀 是我小學的時候 我媽媽從日本買給我的米老鼠 到現在還在 然後還沒有 還沒有 沒有生鏽 真的假的 你還是天天在磨它嗎 我沒有用 我就是反正有東西都會放磨刀嗎 東西都會放在那邊 然後我很多東西都是留超久的 十幾二十年 我也是喜歡這樣 手機我二十年也還沒還 今年剛好在外 你的手機號碼嗎 二十年囉 我已經進入到了那個資格囉 對我已經進入了 後二十年也不換嗎 對對我後二十年當然也希望不要換 因為號碼有時候 換號碼超麻煩的 那什麼銀行啊 全部都一堆資料都要換 麻煩死了 真的太麻煩了 不要換 我今天的亮點 當然第一個是我的脖子上這一串 Paraika的地席 它總價的 總克拉數總共有五百克拉 這五百克拉 然後再加上我手上的這顆藍寶 它有二十九點多克拉 將近三十克拉 然後它的價值是五億元 抖一下 抖一下 那康仁你的珠寶呢 我的珠寶主要還是在萬表上面 那萬表是藍色的三紋的爆石手錶 那自己蠻喜歡的 因為我去年的時候就帶過了另外一支黑色 那今年又帶了另外一支新款 然後它裡面是藍色是藍鋼 那也後來去了解了一下為什麼會變成藍色 就是在剛才燒到一定的熱度 一定要夠高溫的時候它才會慢慢變色 那我對於這種東西就 天然變色的東西就很吸引我這樣 喔~~ 我已經知道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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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